水里乡永丰村头59线道路 是永丰社区与永兴社区居民对外的交通要道之一 但因路面年久失修 导致路面崎岖不平 造成居民交通不便 为了改善该道路问题 日前县员陈淑慧陪同林县长以及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对此永丰村长陈伟凡也感谢林县长以及议员的关心 因为我们永丰头59线是 我们永兴村跟新农村必经之道 年久路面坎坷不平 县长亲自下来勘察 特地准了150万要来把这样我们的路面铺平 让我们的用路人形成安全跟人生的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 特地来给我们帝影来给我们关心 在会刊过后县长林明珍允诺经费改善路况 对此县员陈淑慧除了感谢县长对于地方建设的关心之外 也期望道路铺设薄油的工程完工之后 路面能够平顺 让地方交通更加安全便利 所以在这里这个路面我们在管政府这方面非常注重 经由我们的村长 县长 消费来造成 我们的管长人员陈淑来这要保释到AC路面 希望说经由这两间工程来做一个改善 可以让这些路面来兵顺 可以让这些幸福的观光客 确实是在地的这些组合 都可以在这里安全的交通安全 水里乡永丰村头59线3公里处道路 及线到131线29公里处道路路面问题 在会刊过后得以改善 县员陈淑慧除了感谢林县长对于地方的关心之外 也期盘工程能够紧速完成 增加民众交通安全及便利性 记者廖昆队实理采访报道 轉了 优优独播话 优优独播口